大家好,欢迎来到Mailahofit出品的大麦健身手,你大麦哥又来了,今天是2021年3月30日,今天咱们看个健美健身圈有什么大事,首先咱们关注一下奥赛,在2021年10月7号到10号将会举行的奥赛将会在佛罗里达州举行,那么在佛罗里达州男子健体这个项目,那有谁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确定的名单呢? 咱们知道布兰德和去年的之前年的冠军的雷蒙德已经进入了,但是我们看小吉尔米他没有进入这个入选名单呢,而去年的冠军布兰德已经在名单里他不用担心什么,因为他是两届的冠军,大家看他现在目前的状态还是非常的好,小伙子戴上眼镜还真的不像一个白人,接下来咱们看一下雷蒙德,那么雷蒙德作为一届健体冠军在2019年取得了奥赛男子健体的这个第一名,那么后来呢在2020年没有保持住, 竟然让布兰德给超越了,他的怪异的体型看来没有得到裁判的青睐,让你大麦哥说中了,接下来咱们在这个佛罗里达州,佛罗里达现在是健美健身的这个热点,为什么? 佛罗里达州疫情相对宽松,在佛罗里达州你搞什么活动,那是非常的轻松,那么我们的这小吉尔米和我们的布兰德两个人走在了一起,我的天哪,这小吉尔米到底要干什么? 那么在佛罗里达州准备有一场比赛,那么JK张准备参加比赛,他再没在现场,我们看一下丹索罗门现在在这现场,将他继续发言,咱们听见丹索罗门这位这个奥赛的我们的CEO,他说了什么? 而在这丹索罗门那个右边有一位女士,有一位女士,有一位右边有一位秃头的先生,这是谁呀?这是奥赛我们的主裁判哪!天哪,我们鼓掌! 在主裁判的后边有时候露了一个小脑的,这个小脑的看着有点眼熟,这就是我们的小吉尔米呀! 我们的小财量,这下有点高手税就是o他以后一样的消费者是什么。 既然是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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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人,这就是一位移率达州议将最强烈的金牌的起伤,然后一个移率达州情绚议。 and making the most of it inspiring people and get to know folks like Rich who had a career and finished runner up at our contest a couple of times and made an end for himself but had the courage to dig in build a company see it break down and build it back up again ok get to know guys like Darren Charles who came over here from Trinidad with 50 bucks in his pocket and now he's got a fleet of exotic cars but not just that he's got values and character and integrity and it's all come from this journey there are so many incredible stories up here I can go on and on but please as you go through this remember this is about more than muscle guys this is about what this road leads to and I pray and I hope for all of you get to know these folks get to know the folks that you're going to battle with the folks that you're walking on stage be respectful to them learn from them share your journey with them and I promise you 当然所罗门这位先生讲得非常好 奥赛事 职业联盟的一场重大赛事 那么每年一届 如果想进入奥赛 你平时参加的本地赛 就是得参加我们的NPC的比赛 如果你不参加 你就没有机会进入奥赛 咱们再看一下年轻的小杰尔米 小杰尔米 年轻的时候 可以说是跟现在长得有点一样 哪一样 我在看呐 是他的八字胸一样 哎呀 除了肌肉丰满了一点 八字胸还是依旧强大 这个小杰尔米 我这看着肌肉是非常喜欢 你不要看他八字胸 但是整体看起来 这个小杰尔米的背部肩部啊 整个的这种感觉呀 再加上不高的身高 给你感觉还是贴相当有力度的 但是小杰尔米 他媳妇怪异嘛 为什么他不愿意呢 因为他今年得生孩子 你看大杰尔米 瑞安特里 还有那个 罗根弗兰克林 都生孩子 小杰尔米 他已经有反应了 什么反应 他他一将举了 有些观众看的有点不是 为什么 因为这裤子湿了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大 不是大拉米啊 大拉米在今年奥赛 你看看这前五位大将 没有想到 今天没有费尔西斯之后 这位健美传奇 到底他的身在何方呢 的路在何走啊 而大拉米最近代言不少啊 除了代言营养品 还代言很多的这种 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这还有代言的小学生的书包 大拉米这个 现在可以说是 可以说是 中东的健美之神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布兰登 我们的威廉伯纳克 威廉伯纳克 现在可以说是 懒大活的 什么大活 自己搞的一个健身技巧啊 我的天哪 这威廉伯纳克 你看目前的状态是 备战奥赛的状态啊 啊 他这个整个看起来 你说 能有我们的哈迪库班墙吗 我的天哪 哈迪库班 曾经以前节目里说过 他可以说是节目里 基本没有女色出现的 基本都是兄弟 兄弟 兄弟 教练 警惕人啊 那有许连活板 但是你不敢说 没有女色的出现 他高兴 他高兴啊 他能释放 他能释放啊 不管怎么说 不管怎么释放 你就别管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人生啊 我跟你说 就是图一个乐 啥乐 人生短短 这么几万多天 你说你 你行 行在什么 行在当下 那及时行乐吧 是不是还想那么多干嘛 好好慰问一家父母 好好 好好来几跑 行不行 特别实际上 这个大疫情时代 每天哪 没准你就中了 这都不好说 戴口罩有用吗 有用 戴口罩有用吗 这可能就没用了 所以说平时多看 你大麦哥的节目 把高兴的留在这 我心间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拿我们的哈迪库班 嘿这哈迪库班 这人干啥的 你说说 接下来咱们一看帅哥 这位帅哥 就我们的弗兰克赞恩 弗兰克赞恩是大家非常喜欢 非常熟悉的 一位健美传奇 那么年轻的时候 弗兰克赞恩可以说 是一位帅哥 这么帅的帅哥 你说史弹龙比他丑吗 绝对比他丑啊 他比史弹龙帅吗 那帅了好几倍啊 但是在好莱坞 那就喜欢丑星啊 所以说史弹龙上位了 那么史弹龙 你看看 而且我们的弗兰克赞恩 这么帅 他竟然是一位物理老师 他是一个老师啊 也不知道 年轻的时候 弗兰克赞恩 有没有什么女朋友 你说这么好的条件 这么大的家伙事 你说就一个女朋友 你说这哪能行啊 弗兰克赞恩呢 你再看这平时比赛的体型 我的天哪 你虽然看的跟现在的 见代见美 2021年的见美 这size肯定比不了 但是你看着 这是则色存天然啊 这个肌肉形态 每次看了都一种 怎么说了 一种赏心悦目 感叹的这种感觉 身材比例是格外的好 虽然那腿呢 稍微有一点短 但是整个这个上身的 而这个尺寸呢 可以说是 斩起来之后 像一个大扇子一样 我的天哪 你看这个造型 你看这个手的大拇指 和这个手伸起来之后 你再看这个眼神 你再看这鼻子尖尖的 再看这个作业 我的天哪 再看下面的家伙 不上运动服 说实话呢 当时六七十年代 那女的哪见过这个呀 这可以说是 天上掉下来一个精壮男呢 是不是说实话 像弗兰克赛恩这种体型 能随便能献身给别的 这歪瓜裂枣吗 是绝对不行的 我跟你说 但是我就跟你说 这世界上就是这样呢 就是歪瓜裂枣 老惦记着我们的精壮男呢 好了 在优美的音乐声当中 咱们再次回顾一下当年 做这弗兰克赛恩这些 健美传奇的精彩的 这个啊 展示 看到这个真空服 看到这个整个的肌肉 这种感觉 咱们想起了什么 咱们想起了这卖肉的市场啊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弗兰克赛恩和当年阿诺德还有过节 那你是奥赛冠军 还是我是奥赛冠军 他有点不服啊 那么1980年的奥赛的悉尼啊 但是大家知道乔伟德 本伟德 那可以说是市场运作高手啊 那施瓦辛格的知名度多高啊 对不对 所以说已经是电影明星了 那肯定得给他呀 这个事就像模特在模特经纪公司 对不对 那捧他不捧他 对不对 他比你红啊 他的活就多嘛 是不是 那得的大赛都是他得奖 对不对 一个道理 这建美运动员跟模特是一样的性质 乔伟德 文伟德也是 就跟模特经纪公司是一个道理 你在哪个经纪公司 你跟这经纪人得不好搞关系 你得搞好关系 你不好关系 你这代言就不找你啊 是不是 你建美运动员出了比赛 你不就是代言吗 营养品服装什么的 拍点照片 这不找你 你不就 就没有生存的这个地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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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空间呢 是不是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文萨比尔 萨比尔当年是真不错呀 身材比例可以说是身材比例真不错啊 腿长 那么这个整个的肌肉呢 你看这手臂特别棒啊 特别是这还有他的背部 圣诞树嘛 这远处看的 李黑尼当时出道是真早啊 真的李黑尼可以说是 也是 也是少有的这么一位健将 李黑尼原来不是说过吗 他练健美纯粹就是为了 为了养家糊口 参加比赛也是啊 参加比赛不是有奖金吗 那会儿 那会儿什么两万美金能跟现在两万美金比吗 对不对 那老年的这个弗兰克赛恩你看看还是依旧健硕啊 他依旧向全世界的弟子们传述着健美的这个理念和知识 弗兰克赛恩 那我们的健美传奇 而令人唏嘘的是中间的这位第一届奥赛冠军斯科特 他已经三首人的魂了 有的观众表示 大美哥你没事吧 我今天吃多了 吃多了 我跟你说 我吃水族吧 做节目就得这样 你得有激情 你骗骗骗稿 有什么意思 你他妈激情绝对是不能那样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以后就只能咱们所有的观众 大美活的观众 你他妈抵制看那种 他妈这个毫无语气 毫无 毫无激情的节目 我跟你说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1978年的 1980年代 80年代初 李黑尼的这么一个过程 从原来的这个 一位 一位 很普通的黑人青年 到了 后来的奥赛冠军 你看这李黑宁我的天哪 当时我看到李黑宁可以说 世界上还有这样整个的肌肉细节 那可以说是没得比呀 你看这个李黑宁的这个后脑勺啊 那跟一般的黑人后脑勺不一样 一般的黑人后脑勺比较尖比较挺 李黑宁的后脑勺他有点平啊 李黑宁你别看人家 这退休了很多年 但是在后来退休之后呢 也依旧传播健身理念 这个我觉得他后来退休的路走的还挺稳啊 这个组织什么协会啊 老头啊老太太一块健身 他这干这个你知道吗 最近呢也不知道阿诺德是法新歌有什么消息啊 应该没什么事啊 打完疫苗据说很多 哎呀美国好像我看的好像是打疫苗 去年是900多人死 有个统计 他们今年CDC统计 他们1700多人打疫苗死 这是咋回事啊 而这位小伙子也是当年一位 这个也是大将嘛 他还往往一看 我看我他妈以为这是杰卡特呢 真的你看这个整个 你不看这个身材 你看这个脸 这身材其实也看着不错呀 是不是 你要现在这身材 我跟你说 打传统剑摆 应该也能拿一个冠军吧 虽然尺寸小了 打古典绝对是冠军呀 是不是小伙子 但是你看后来 这这位小伙子他老了 他老了 他老了长什么样 你看一下 哎他老了长这样 这这老的样子 大鼻头有点像那杰卡特呀 这位小伙子印象特别深啊 这位小伙子叫卡瓦克 爱德沃德 卡瓦克 哎呦 你看那会儿那会儿呢 我觉得那会儿健美者 整个的感觉啊 就是他不仅肌肉 他丰满 他保障 但是呢 他跟这个年轻24岁 60岁的小伙子 他给人感觉又不太一样 所以说那会儿 反正是做状态 跟现在做状态 就是我觉得是 两种配方是两码事 你知道吧 咱们看关注一下 比较新的这个选手啊 这个 哎这个正往上走的这个选手 我觉得这位选手还不错啊 整体感觉 腹肌呢挺不错 还能坐在真空腹 背部也挺丰满 胸肌呢也不错啊 腿部练的也很棒啊 这个手臂 我觉得特别是二头 也很棒 我觉得这位选手 挺挺完美的啊 挺完美的 呃 如果胸肌再能大一点 就更好了啊 看台上的状态怎么样 利达利的目资 亮出最新状态 小伙子准备要参加什么比赛 你别看他长大胡子 其实没多少岁 可能还不到30 就像那赛吉 是赛吉不到30呢 快30了吧 31了啊 是不是 好 接下来咱们飞到韩国 看一下我这个 我特别喜欢的李承哲啊 传统健美的第一人 在后台非常谦逊 去年奥赛主要是 以参与为主 在后台很谦逊 很这个啊 很这个有礼节的去啊 很肯多的健美大将拍了照 但是李承哲呢 他台下看的体积挺大啊 然后呢 这个台上看呢 老觉得他也少了点什么啊 台上也不是说尺寸 他小也不是说小 他好像有 感觉某块尺寸 他就是比例有点稍微失调 你有那种感觉啊 他还是什么呀 有点偏长啊 偏长 应该再往宽了发展 好吧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小将柯恩 小将柯恩亮出了自己最新的这个 这个状态 准备参加 NYPOR的啊 NYPOR的小将柯恩呢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 打什么呀 打古典的二 打这个二一二级别啊 而古典的克里斯呢 亮出了曾经呢 自己应该是备战奥赛的这么一段 肌肉展示啊 这个小伙子现在体质剪的还真不错呀 小伙子取得了奥赛的冠军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巴西巴西的 Rulander 他他这干这个事儿让我心里咯噔一下 想啥呢 小伙子 干啥呢 小伙子 脑子进水了吗 小伙子 就像咱们开头说的 菲尔西斯虽然去年的成绩不佳 呃 今年的应该也不会参加奥赛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这位七级奥赛健美传奇呢 这个健身房子停车场 依旧给他的牌子留着 他依然在自己的健美道路上 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正在一步一步的走向他自己心中的喜马拉雅 咱们再回顾一下菲尔西斯最近的状态 菲尔西斯你看看 这个真是不错呀 菲尔西斯 但是可以说这个晚年 不能说晚年啊 就是近两三年 菲尔西斯肚子控制的不是很好 接下来 连续发生了善气的这个问题啊 走好吧 菲尔西斯 不是说走好 在未来的事业当中 我祝福你越走是越强啊 早知道咱们来到了女性专场 首先咱们看一下加拿大的凯特 凯特是一位咱们以前节目中的常客 这位女子啊 这位女子健美选手 可以说是身材非常的高啊 身材比例节度都不协调 腿部非常强大 非常长 而这个他整个的这个大腿啊 可以说是 有些观众喜欢啊 这是干啥呢 都抖起来的 人都抖胸 他走抖定 你说 好了在优美音乐商场呢 咱们就结束本期的节目 大家不要忘记分享关注和点赞 这个不要忘了订阅你 大买哥的频道 而进入四月份之后呢 马上进入奥林匹亚的 这个之前的很多的本地赛事 那么大买哥继续 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赛事的报道 和最新的进展 和运动员的名次 同时呢 还有咱们的小偷稿的观众呢 赶快的赞品 给你大买哥 发电子流界 发私信都可以啊 好了 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咱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